來看選議定期的消息 台北市的競爭很激烈 國民黨的台北市長參選 林鄉雯安 今天是定期參選 博冬這個翁山山 是來發布頭一張的政策發表會 希望可以和對手一禮拜都可以辯論 一次 今晚我們是說 這個翁山山要說清楚 和這個各問題的政策 有什麼不同 另外這個 新北市長的郝悠基 今天也去定期囉 找十二的少年人走回來 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 林鄉雯安 她在那九月 他定期 要來運作出替審 對手翁山山發出 每禮拜一定的政策評論 鄉雯安 請民出錢 或者只是撒了錢之後對大家沒有幫助 那可以大家來討論 可是我們這是一個全套式的 收到的選檢增加熱會分 新北選檢的部分 新北市長的郝悠基也在那九月 設他來完成定期 我記得在四年前的時候 我也是透過公開辯論的方式 跟市院長舉行過辯論會 那今年我自然不例外 請侯友宜市長不要看錯格了 要勾那一格是辯論的 你這樣才像一個漢子 有感變的勇氣 侯悠基在定期表上面 有高選列辯論 接下來他也接入林家梁的政策 他表示說會來拆除當年的無色 透過辯論 這樣推給新北市民更加清車政策 現在總也補得